我们用意念能控制所有的物质 包括自己身体 身体是物质 好的念头 善的念头 身心健康 那即便从来来的 即便是不善念头念起来的 生气的 我们修佛都知道的更清楚 比这个科学还要清楚 科学家没发现 这病里都有很多语一语 这个科学家没看到 冤签寨主找到身上来 科学家只在意念的空 没想到冤签寨主 这是他没看见的 冤签寨主 刚才讲了 也有物质现象 但这个物质现象 跟我们这不一样 科学家也有个名字 是隐形的物质 因物质 我们无法看见 冤签寨主 你过去杀他 他问你说命 这个麻烦了 他要不肯离开你的话 真的 你就病一天 病一天严重 最后你就死在手上 我们这一生当中 跟多少人结了院 那就是你杀害多少种生 学佛之后知道了 不敢杀生的 没学佛之前 杀生吃肉 所以学佛之后 我们明白这个事情 把自己修学的功德 回向自己 蓄势 现前的 怨情在主 真诚恳切地祈求他们 放下怨怨相保 自己承认错了 要请他们原谅 现在明白了 我们确确实实是一体 那我爱我也就爱你 为什么 我们是一体 夏威夷古老的聊法的时候 只有四句话 我爱你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谢谢你 这四句话 这四句话 就能把自己 疾病治疗和 他争取过 争取作用 包括一切 对于云情在主 在回向的时候 不妨 用这个心 用这几句话 对于云情在主 对不起 我爱你 请你原谅 谢谢你 你不断地让你 不断地让你 要发自于真诚 要发自于真诚